小子 我们去买咖啡啦 好 上车啊 不开我的车啊 来啊 走啊 换台车去啊 我们 我给你拿了一台辆车回来 这台啊 F150 之前不是拍过了吗 之前我们没拍过 但是这一款 有什么不一样 它的中文名叫什么 猛情 不是猛情 是它的运动版 性能版 这一台是F150 Limited 这个是限量版 其实是豪华版啊 不是我自己会买的那种车 但是是在马路上会多看两眼的车 我这样的满落 上车 哇塞 你喜欢这种上车这么高的车吗 你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不用踏板 你能上车吗 我腿那么长 肯定可以的 上 要用把手才能上 这种车才有装把手 我跟装这个迎宾踏板的必要好吗 他的车可以调踏板 你把踏板也调一下 你调好座椅以后 因为每个人腿长不一样 这 调踏板 来 够了可以了 出发吧 乔总 Let's go 上车 来 我们倒出去吧 乔总 你看看你能不能成功一个人把 F150倒出我们公司这个 广州之魔鬼停车场 我已经 太大台了吧 让这 够吗 够吗 Go 倒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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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 OK OK OMG 這種車就不應該停進那麼小的路好嗎 而且這個360度影像一點用都沒有 我們看所有車都要撞一樣 其實還是有很大位的是吧 你覺得 沒有吧 旁邊那個前面那個泥頭車顯得慢 哇塞 你怎麼後面還有人在幫你 在看啊 大叔也叫你到啊 到吧 直到 直到 那邊快要碰到了 你的頭拿開 你擋到我啦 要十個人幫你一起倒車 喂 這是Jeky HELLO 我的手車 HELLO HELLO 在看啊 在那邊 其實本來呢 我並沒有很想試這一台 LIMITED F150的 因為原來我會覺得 既然我都要買皮卡啦 本來這個尺寸就不是為了使用的 那為什麼我不買一個猛禽 不買一個能去豁能去玩的呢 但是 當我一開上了以後 我發現這個車還是很有意思啊 首先呢 它整個感覺 跟猛禽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開起來的那種 在鋪裝路面上的這個信心 要高過猛禽很多 因為當時呢 我拿過這個猛禽去跑山啊 就覺得 哇 這個真的 真的太難受 太慌了 那其實最主要呢 是因為呢 這台車它這個懸掛的前段呢 比F150要硬很多 正常開 真的是 它不會給你跟開一台 這個領航院有一個很本質的區別 我甚至認為 其實它開起來的感覺呢 要比領航院更好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覺得這個F150跟領航院啊 它就像是福特跟林肯的車一樣 福特的車呢 它會有更多的這種驾驭感 人車的交流呢 會更足 所有這個油門的響應啊 這個方向的響應啊 都會更快 其實就像是你開一虎和開MKC啊 你也是這種感覺的 林肯呢 它會更多的去隔絕一些信息 而福特它會盡量去保留這個信息給你 所以呢 我覺得 呃 這個尺寸的 這個平台的車 我現在開過最喜歡的 日常開的 就是這一台F150的Limit 因為呢 現在我們在這種國道開嘛 這種高速彎 哇 過起來那種感覺 實在是太爽了 但是 是皮卡嗎 這個車 講真 以我現在每天的 這種用車工況來說 你看 我就開的特別輕鬆 但是速度呢 卻並沒有比我自己開 必要是通行低 但是呢 有一個我不太喜歡的就是 它沒了這個撥片啊 它又變成那種福特的 彈藤的在這個擋把上的這個換檔 這是我特別不喜歡的 因為 你看如果我真的去跑山 它我要控制檔位 我只能在這個擋把上面 這樣子 一下一下的去按 我們試一下把它換到這個運動模式 看看怎麼樣 我還 想真這個排氣聲音真是一絕了 不過呢 我真的不太喜歡的 就是它這個所有的功能 都設計在這個擋把上面 所以這個擋把真的很大呀 但是 你不是說大就一定要拿來 幹這個事情的嗎 對吧 有人說啊 這個車呢 在市區裡看著不方便 因為如果在你旁邊出現 一台法拉利啊 霍爾蘭木基尼的時候 你就看它不到的 那的確呢 所以這種車 它是一定要有那種 電線輔助 變線提醒的 但是 我覺得就是這種感覺 特別好 就是 你走在路上吧 你突然發現車少了好多啊 結果你突然發現 哎 你看 在我右邊沒車啊 你看在我右邊 它也是沒車啊 只要在你附近的車 你全部都看不到啊 我覺得這個感覺呢 你就 所謂的高人一等啊 不是說你的地位有多高 而是你實際做得高啊 這種感覺是特別好的 其實你會發現呢 呃 在 同樣的道路上 跑車有跑車的爽 這種 皮卡有皮卡的爽啊 就所以呢 買車最重要 買多幾台啊 沒有最好的車啊 但是當你有幾台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給你帶來的幸福感 是能 超越一切 甚至你有一台 勞斯萊斯 有一台 蘭博基尼 他都給不了你 這種天天換車的快樂 買一台皮卡 就是能給你 跟其他所有你車庫裡的車 都不一樣的感覺 這個就是皮卡 很重要的意義啊 我覺得 這種就是住郊區的快樂生活 你懂嗎 就是 有皮卡 有摩托 然後 這種去享受 這種每天上下班一個小時的樂趣 別人的一個小時呢 是在這個地鐵裡堵著啊 是在公車上面堵著 你的一個小時呢 是讓公車司機 讓這個貨車司機都羨慕你啊 怎麼說呢 我覺得 我覺得皮卡在中國呢 它其實 它不僅僅是一個實用的用途 它有一種附加值 而我覺得開F150呢 就最能給到你這種感覺 而且 你看Limit吧 它比起開猛禽的人呢 要更有錢任性一些 因為開猛禽 你還是想追求一個更帥的外觀 你還想追求這種更多的這種功能 因為它可以越野 但是 我買一台F150 我不管 我也不越野 我就是 有這麼大的停車位 我就是 需要它這個動力 我就是 喜歡它這個尺寸 我怎麼用車 我根本不需要考慮 這個我覺得就是你買一台 Limited 能帶給你的這一種 就是猛禽給不了你這種 那種自我良好的感覺 猛禽 我覺得還是太實用了 什麼叫做豪華呢 就是 明明你不需要的東西 我偏要有 我就是比別人多這麼一點 這個是剛剛上市的這個Limited 那這一台其實它就是一個美國有錢人 就平常用的車 特別是呢 如果你在這個加州農場 你有一台這樣的車真的是非常方便的 它的這個頂盆叫King Ranch 是在我們中國沒上市的牧場王 對吧 一進到裡面呢 其實非常熟悉啊 當然整個車的這個設計呢 和這個用料呢 跟猛禽還挺不一樣的 因為會有大量的這個皮革包裹 而且這個內飾呢 也從原來那種比較野的啊 這個越野的風格 變成這種 中年啊 這種有一種像美國鄉村的風格 你看啊 全是這個棕色 然後有一點像木紋的感覺 對吧 有一種那種豪華木屋啊 然後這個中控台呢 也帶這個縫線 座椅呢 啊 是這個卡其色加棕色 就是整台車 它不會給你傳達任何一種這個越野和運動的風格 這個呢 就是這台Limited啊 跟這個猛切尼進來很大一個區別的地方 那另外呢 這個中控台呢 其實它的一些功能也會變少了 這個換檔撥片也不見了啊 我們要換檔的話呢 必須要在這個擋把這裡 比較豪華的 就這裡有一個這個BNO的音響 不過呢 這也不是Bang & Olives的呢 你可以理解為這個像底庫的CK和Kelvin Klein啊 是同一個公司推出的高低端的品牌 那這一個呢 它是一個入門級的BNO 那至於其他呢 我覺得就不多說了 因為大家看過很多猛禽的視頻了 我覺得呢 接下來我應該告訴大家一下 開這一台F150的Limited 它跟猛禽這個生活方式有什麼不一樣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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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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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